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林德成 首先为你带来今天的股市动态 国家银行如市场所预期 在今天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 宣布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3.25% 不过投资者早前因为担心降息风险 而选择暂时退场 马股今天被沙肯石油和连昌集团的股价下跌所影响 闭市时重挫19.45点 报18006.09点 分析人说马币贬值是导致马股走低的关键因素 截至下午5点 马币兑美元贬到3.6515令吉 外资今年卖出了2亿6910万令吉 本地机构和散户个别买进2亿3880万令吉 和3030万令吉 下流企业 两官单元 今天第一则企业新闻是一个大马发展有限公司 有消息指出一个大马发展有限公司 有可能在债务重组计划下 出售大部分资产用来还债 最终会面临解散 首相拿杜斯里纳吉昨天已经指示 总基查师审核一个大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账目 国能耗资25亿令吉位于北海的1071兆瓦发电厂 预料在2016年1月1号投入运作 该发电厂在2013年5月2号开始动工 由韩国三星C&T公司成建 目前已经完成了94%的工程 最后 随着新业资本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 甘志强正式辞职 新业银行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 拿督凯鲁沙烈将担任集团代理执行首席员和董事经理 甘志强的辞职将在5月4号起生效 新业资本已经选定了继承人 不过需要国家银行批准才能正式为人 感谢您收看 晚安